各位新老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来给大家做一期 只狼的超剧透剧情解析 如果你还没有通关的话 可以看一下鸭鸭之前的新手教学视频 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只狼的故事是一个架空的故事 它以日本战国末期为背景 讲述了一个忍者面对着自己的使命 披荆斩棘 改变主子和自己命运的故事 游戏刚发售的时候 很多人都讲 我们操作这个主角真的是忍者吗 不会螺旋丸 不会写轮眼 跑起步来的姿势又不够分糟 打起架来连个像样的大招都没有 那么说到这里就要科普一下 日本的忍者是怎么来的 在战国之前 忍者被称之为 忍住使者 中二的一笔的名字 所谓的忍术 也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什么 好火球术万花筒血轮眼 这些不是忍术 是超能力战士之间装逼的技能 真神忍术用的最多的就是爬枪 牵水和窝底板 看到这里可能你会这么想 哎呀这些我也会 但是你看看日本这种古城墙跟物点 你要走路走出没有声音 潜水可能一潜就是一天 头都不能探一下 窝在地板下面 那是连一个屁都不敢放的 用这些招数来潜入敌营收集情报 需要非常强大的忍耐力 故作为忍术使者 其实忍术使者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概称 最早的忍者连职业名称都是没有的 后来出来一个非常厉害的忍术使者 被冠了一个名字叫智能变 就是有智有能还很变 挺好理解 读出来的发音叫喜诺逼 就以这个人为开端 之后的忍者都称之为喜诺逼 汉字就是一个忍 直到近代的山田 芬太郎的小说作品里面提及的忍者概念之后 忍字后面才有了一个者 就是我们现在的宁家 但是忍者的工作非常的辛苦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以外 平时还要学习武术天文地理化学 关键是你学还不一定学得好 久而久之正统的人者就很少了 直到战国时期 很多的孤儿流落街头 最近有部动画片叫多罗罗 你们看一下就知道了 想要让一个孤儿避开战争的日本 实在是太小了 这就给那些黑心的忍者头目提供了一个市场 他们发现这种孩子 一旦给他们一个安稳之后 他们什么苦都能吃 就这样忍者在战国时代走上了顶分 而我们知道的主角就是这么一个忍者 他也碰巧被一个忍者偷偷给捡回去 当成养子 之后被安排了一个主子 就是我们游戏里的皇子 但是他所在的这个国家 在20多年前 被一个叫伟名一新的人兵变之后给推翻了 虽然一新到了国 但是皇子家并没有遭殃 然而就在三年前 发生了一起忍者的兵变 等我们男主角赶到的时候 却发现了自己义父已经重伤不治 当然这里肯定是装的了 这后男主发现中了幻树的小皇子 身后站的是幻树师蝴蝶奶奶 然而在蝴蝶奶奶的视角 眼前的男主正是反叛军首领的儿子 这种时候说什么都已经没用了 只见主公掉线两中城对砍 最后被内奸投击 好在最后小皇子恢复了意识 和只狼定下了血之契约 之后兵变失败 一新老爷子只知道是忍者的兵变 但是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只能将小皇子先幽静起来 男主也因为血之契约的关系 获得了复活的力量 碰巧在那段时间 政府军也盯上了为民这块地方 为了铲除内敌 一新就派小姐姐去把只狼给唤醒 安排他带小皇子出城 但是叫自己的孙子薛义郎 在那边等着我们的男主 这里是为了测试男主的中心度 一方面也想看一下真正的龙硬之力 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说到这里 就不得不解释一下龙硬之力是什么了 龙不用说 硬的意思就是传人 就是龙的子民的意思 对说着俗一点的话 就是老百姓之力 不过在本作当中 宫秦高给了龙硬之力一个新的解释 一个被称为龙的血族首领 可以通过向递结契约的方式 使契约者可以通过吸收周围血族的生命令 得以复生 当然复活的越多周围血族的生命令就越弱 血族之间就会得一种叫龙壳的病针 如果不加以治疗就会死亡 为了测试主角的中心和龙硬之力 一心也是下了血本 把自己守门大将的命都给搭进去了 自己则乔装打扮成天狗接近之狼 另一方面孙子玄一郎在天守阁 想和皇子递结契约 但是人家就是不想跟你递结契约 你气不气 之后则战败给了我们主角之后 发现玄一郎自己已经获得了不死之力 之后询问小姐姐才得知这个叫变弱水 是一种利用了龙硬之血所制作出来的水 喝了之后可以重生 但是会变弱 这样卖自己孙子的目的 无非就是想让皇子坚定意志 想要断绝龙硬之力 我们的主角就会去寻找断绝龙硬之力的办法 这样就能进一步的逼出三年前的幕后黑手 而且如果没有了龙硬之力 政府军又少了一个攻打伪民的借口 所以说一心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之后男主去先分寺寻找不死斩 发现这里的僧人也在研究不死 这里有个小知识 在日本早期的忍者里面 有个叫大疆的忍者头头很出名 这个人最早在寺庙里学过功夫 这个寺庙的名字叫大风斯 所以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那些紫色忍者 跟寺庙里的和尚用的拳法是一样的了吧 在通过了种种千辛万难之后 总算在寺庙当中发现了小萝莉 我猜小萝莉是版本这里配音的有没有 然而拔出不死斩的人 必须要献上一条性命 没有附身之力的人是不能使用不死斩的 但就二号不说 Bew的一下 一条命就送掉 之后得知小萝莉是寺庙里的人 在研究了龙印之力之后 所开发出来的高坊版本 这是克隆吗 少林寺科技天下第一 但是高坊的龙印之子 寿命很短 只有小萝莉一个人活了下来 听闻小皇子要断结龙印之力 他非常的兴奋 别的妹子的兴奋能生我 他兴奋的时候就生了一把米 之后为了收集素材 我们的主角又来到山谷里的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里面的祭司给村民喝一种很奇怪的酒 喝完之后村民都变得像个神地命一样 询问祭司本人才知道要用金城里的水尿成的酒 喝了才能变成金城人 全他妈的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收集完素材之后回去 发现伪明城受到大批忍者的偷袭 幕后黑手的义父也站在了天守哥 游戏在这里有了第一个分支 义父会命令主角的放弃皇子 帮助他获得龙印之力 之后还要杀掉小姐姐 再干掉一心 最后顺便把义父也给补了 从此男主称为了一代新王 凡之则要当场击杀义父 获得最后的香料 最后的剧情分成三条线 一条是杀死皇子 一条则是帮助皇子变回常人 最后一条则是龙之龟乡 这三个结局可以同时出发 准备好相关的所有道具之后 就可以前往元之宫取得龙类 然而来到元之宫之后 你会发现这里的剧名全都是一些吸金鬼 而且全部都已经变成了异形的模样 并且还时不时的会骗一些地上的人来这里 可以看出只狼世界中的人物对不死的执着 之后不死产如其证明败类一般 从硬龙那边获得了龙类 然而当初脚回到伟明城时 政府军已经攻进了城池 武士 忍者 政府军 三军的势力现在战成了一片 伟明城也陷入了火海 一千年在最关键的时候病死过去 此时小姐姐给了只狼一把钥匙 希望只狼带上小皇子 赶快逃离伟明城 然而历史就是这么的巧合 同样的地方 同样的敌人 就和上次一样学一郎 还是在同样的地方等候着只狼 此时他已经获得了第二把不死斩开门 并且已经重伤了小皇子 一个为了保护伟明不惜放弃一切 一个为了保护主子愿意赴躺导火 然而在战斗最后一了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行李郎用开门以自己肉身为契机 打开了一个召唤死者的开口 从中钻出的竟然是已经死去的一心 但是复活的代价必须是献上龙硬之血 所以无奈之下只能麻烦各位玩家继续打铁 个人觉得伟明一心算是本作当中刻画的比较成功的角色了 你要说这个人有没有野心 我说是有的 如果说他本来就是想斩断龙硬的话 他自己就有不死斩 为什么自己不做 早点斩断可能连仁者都不会叛变 但却在背后一步步的引导我们诸教去做 然而在他最后失去一切的时候 他选择了复活 细细的品味 你会发现这个人物在自己原则和欲望之间的斗争 但是伟明一心这个人在100个玩家心中一定有100个形象 你永远都猜不透他 因为这个就是宫崎高想要告诉你的一个故事 人就是这么一个矛盾 在战斗的最后我们可以选择三种结局 选择当场斩断不死 小黄子也就此归天 男主则回到破庙 继克佛师之后继续克佛 算是一个伪轮回吧 而你如果之前回到过三年前击败过义父的话 同时使用龙肋和长春阴舟可以将小主子变回常人 但是代价就是自我牺牲 只有小黄子独自一人离开了为民 这两个结局我都觉得有点悲伤 让大家最意犹未尽的就是归乡结局了 在这个结局当中小萝莉化成了摇篮 让黄子在他身体当中沉睡 并且从制导两人一同准备前往西方的龙印故乡 这样在日本首周已经卖出了15万份 可以说是沉寂优良 出续作我觉得很容易接这个结局 再加上宫崎英高你想对吧 西方的都做过两个了对吧 这次做了一个日本的 那么下一次对吧 肯定要挑战一下新的东西 不过在那之前肯定是先学员二了 拼一波索尼的赞助可以升级一下自己的引擎 而且你想战国末期 这个时间点正好跟我的明朝是接在一起的 你想想我们明朝对吧 金老师写过些什么武打小说 这次可就不是什么剑胜了 在海的对面是有个真的会独孤九剑的大侠 外加个练过神功的老爷爷 不是老爷爷是老公公在等着虐你的 所以说你怕不怕 因为偏长的关系 这次我们智朗的解析就先做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补充的话 欢迎大家发评论补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空的话帮忙点个关注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